使臣不坐一车改骑快马 途中的马匹 换了一匹接着一匹 换马不换人 甚至饭都不给吃一口 累得实在不行就喝水补充 日夜兼程的赶往广东潘渝县 但即便如此还是慢人一步 潘渝之县的心腹先一步赶回 手下劝说到童 让他出去赞避风头 毕竟是乐人们先告状 颠倒黑白 兴许欲使大人回到皇上那里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可到童却认为 圣旨就只能是迎后 逃避等同于抗旨 他是万万做不到 你们非要献本官于不忠不义吗 既然知道了圣旨的内容 你还有意逃避 这不是抗旨是什么 我道童宁可死 也不能做这等狗血偷生之事 让世人笑后啊 道童寒窗苦毒是鱼彩 唯一的宏愿 便是做一名为国为民的好官 我原本希望 下一次面胜考核的时候 能够给我评个称职 到开饭的时候 能让我光明磊落地 坐在饭桌上吃顿饭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赶不上 自如今考核到至今 短短几天时间里 道童已经历经了太多的艰难险阻 他当着朱远璋的面摔完举报 朱亮族纵容不下 鱼肉香里 他不为熏臣朱亮族 强带地痞罗成人 为百姓们伸张正义 他扛住威逼利诱 坚持大明律法不放人 虽然最终还是被熏臣所报复 打得下不来床 被诬陷是通敌反贼 他亦不后悔 而且他从几天的经历中 悟出了更高的志向 我现在希望更高 我现在希望是能够在我任内 看到潘虞的所有百姓 过上好日子 既然决定以死明智 道童决定不再顾忌 他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潘虞的百姓做最后一件事 传我命令 只要我道童还在潘虞县任内 就绝不容许我潘虞境内 有鬼魅横行 立即再次逮捕罗成人等罪犯 恕罪并罚 当庭判决 此时罗成人等人 正在跟妹妹们玩朵猫猫 应声艳语 至最金迷 好不快乐 直到被赶来的牙医打扰了雅兴 罗成人当即就要发作 却不曾想 这次的牙医如此的刚 把他直接给绑了 可罗成人根本不把道童放在眼里 道童 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是秋后的蚂蚱 还在我眼前跳来跳去的 你不觉得晚了点吗 赶快乖乖把我给放了 你要是再跟我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家老小都得给我赔丧 你信不信 你们两个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想要自己熏陈的旧哥身份 道童将金堂木一排 直接上大行伺候 牙医早就憋着火 百姓也早就带着气 两人被按在地上 一顿暴打 这样的嗷嗷声 持续到他们签字化呀 道童把几人的供词交给师爷 让他带拖速速离去 将来成交于皇上看 让他死得其所 而道童也意识到他的时间不多了 但他仍有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 罗承人看到道童送走师爷 以为是自己的媚夫将至 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 姓道的 你说你何必的 我弄死你 你信不信的你 可来本县给你个面子了 本县给你一个 与广东省攀鱼县支县 同归于尽的荣誉 咱们都得死 只不过一个是名垂青史 一个是一鞘万年 道童将金堂木一排 将罗承人的罪行一项项沉冽 敲诈勒索 强抢弥女 前后施暴致死三名无辜之人 侮辱朝廷命官 捆绑牙役 可谓是十恶不赦 证据确凿 铁证如塞 本县判决罗承人 求三文二等三名案犯 斩刑 立即执行 罗承人等人背下的贪软在底 百姓们欢呼雀跃 大声叫好 道童微微闭上双眼 吐出心中的一口浊气 他终于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总算是把潘于的蛛牙处理干净 不枉他极限一换一 但很快朱亮族带着斩立决的圣旨破门而入 与此同时 另一批使臣 带着特赦道童的圣旨 也终于来到了潘于县 百姓们前仆后继 堵住了赶赴刑场的路 其声为道童求情 这样的情景 让奸斩的使臣诧异不已 这跟当初跟他交易时的说法 似乎有些祸不对吧 道童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反贼吗 道童在死地有如此高的声望 我们却日夜兼程赶来杀他 那人 不要以为这些人是两名 他们只是受了一小撮 别有用心的歹徒 宿使 宣读圣旨吧 宿使 听黄大人宣读圣旨 圣旨宣读完毕 百姓的反抗声寒的更响了 使臣看着群情激愤的百姓 此时的他 已经意识到道童是一位好官 可自己收下了朱亮族的贿赂 唯一能做的 便是给道童多一点的时间 他问道童还有何一言要交代 可怜道童最后的一言 都是在向百姓道歉 道童无能啊 没能给你们出这口怨气 但是道童相信 毕竟是国有国法 当今圣上应你 并能还你我公道 诸死恶贼 一旁的朱亮族文言 下令立即执行斩立决 没有再给他多一分的时间 就在刽子手将屠刀高高举起的时候 特赦的使臣赶到了门口 但历史已经留下结局 刀下留人的话 终究是来迟一步 查阅史料你会发现 道童冤案几乎就按照史书拍摄 一样的刚正不完 一样的惨遭冤屈 甚至是一样的特赦来迟 红武十三年 潘虞之县道童 应被朱亮族诬陷致死 民间有意识典故记载 道童死后 潘虞县明为此哀悼他 有的人刻目做成排位在家中祭祀 问补事情总是应言 于是便有人传说道童成了神仙 当道童身死的消息传回京城后 在权衡立弊下 朱元璋最终下令 抓捕朱亮族回京审问 得知消息的百姓们奔走相告 欢呼声不绝于耳 他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这一刻 即便是士兵也无法拦住民分 他们自发地拿着烂菜 烂叶 抄着球车中的朱亮族丢去 而远在皇宫的朱元璋 此时也并不轻松 他实在顾忌朱亮族被招捕的事情 会给其他武将们带来连锁反应 于是他询问心腹 此事发生后 其他武将都是些什么反应 反应不一 担心者有之 默然者有之 不凭者有之 你们估计一下 像朱亮族这样 在当地为非作歹枪害百姓者 在功臣将领当中 还有多少人 根据韩仪科所知 这类人不在少数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而如道彤这类的敢于揭发者 倒是不多见 偶然有那么一两个 大多数都是被封口 事情根本传不到京城 所以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 可他们哪里知道 武将熏陈贪污受贿 鱼肉百姓 割韭菜等诸如此类的行为 哪里能瞒得过皇上 你们以为朕全然不知啊 传朱亮族 末将朱亮族 叩见陛下 朱亮族 陛下带你不保吧 派你镇守一方 不能说没有重用你吧 凡事都有个借机 偶尔贪图享乐 做些荒唐事出来 姑且看在你功臣的份上 都可以从轻发落 可是现在你也太出格了 朱亮族是了解朱元璋性格的 他知道朱元璋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只求朱元璋看在他 半生戎马 忠诚不二的份上 放他谢甲归田 重返顾礼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